第六十集 我想了一會 又說了 現在 我就有足夠理由去懷疑 當初李永忠和關九陽 憑了基家墳去起宿舍的目的不單純 他們明面上的開發房地產 實質上 他們可能是想 導惑東舟皇室大帽 狼局這個時候就說了 喂 大力啊 你這些都是你的猜測 我們不可以單憑你猜測 就大興土木 挖了人家籃球場 如果挖完人家籃球場 什麼都找不到的話 我們就大領諾 死了的人 都是枉死的 狼局啊 死了的人 其實都是利利的 有人故意要搞大件事 就是為了要我們去查關九陽 說真的 背後這個人 目的都不單純 其心可諸 是誰啊 喂 大力 你又想想 如果這件事不是煲到那麼大 哪會有人來查才行呢 李永忠和關九陽這兩個陷家產 不就是一輩子逍遙範外 那就是禍害為千年了 還說好人又好報 我屁 莊莊啊 這個世間 確實存在很多不公的 你生氣都沒用 看來 應該是關九陽和李永忠 得罪了不知誰 現在被人報復了 哼 反正呢 兩邊都不是好人 這一宗案 一定要一查到底 無論涉及到哪個 絕不搜軟 但是呢 我們都是要講究策略的 不可以硬來 不可以魯莽 最重要的 還是要找證據 哼 兩位同志 你們明白嗎 我看著浪局 就暗頭了 我心想 欣春麗和老闆娘之間 會不會是同門關係呢 老闆娘說 她不知道超市裡面 還有一個暗室 究竟是說真的還是說假呢 還有啊 那個電話號碼 你說在電話亭打的電話號碼 打得通 我還可以理解 我們店裡的電話都打得通 那就有點奇怪了 只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我們當口那條電話線 都被人做了手腳 一切都還有一個謎 當務之急 我們要搞清楚的 不是欣春麗老闆娘他們 和關九陽之間的關係 而是李艷麗 李艷雄 楊誠 他們三個 為何會和太平鎮聯繫在一起 只要找得到這一層關係 就可以順藤摸瓜 這宗案 就會豁然開朗 我這個時候就問了 朗菊 一堆的兄弟在北方 對三名死者的社會關係調查 有沒有結果 大力啊 還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將他們三個 和我們太平鎮聯繫在一起 朗菊 我想去一趟常藝族城廠 咦? 一隊的同志 已經做了全面的調查 他們查不到 難道你就可以查得到? 嗯 我想試試 你記不記得 當初井裡面的那張收據 都是我找到的 聽我這麼說 朗菊就正在頭上 嗯 好 那一隊的同志 是在俗城廠等你 還是叫他們先回來呢? 叫他們撤退 我想秘密調查 有時候 你們全副武裝去調查 人家是不敢說真話的 反而平時輕鬆鬆 聊天的時候 他願意把東西爆給你聽的 嗯 大力就說得對 調查這家事 都是秘密進行比較好 朗菊他嘶了一聲 他走過來 看看我的傷口 又看看撞撞 哎喲 撞撞 你這隻腳 就不方便行動了 雙筋動骨 都一百日 你至少要休養一個月 哦 朗菊 我自己去就行了 而姚孫這個時候 也在外面走進來 他是穿著警服進來 一天門口 他笑著說 哼 怎麼可能要你自己去的 等我這個科長 帶你一起去 來 我看著他笑 他也看著我笑 歡迎收聽 神秋二時錄 演播 林子浩 十一山金 第六十一集 我們三個入面 姚雪傷得最輕 撞撞傷得最重 看著張X光片 他小腿骨骨骨裂 知道 醫生說 都不用一百日 過多月左右 他就會好 不過 只是過了三天 撞撞撞 要出院 他要回去開檔 如果不是姚雪 跟他拿死命令 估計沒有人勸得他 最後 姚雪同意撞撞 半個月之後出院 我和姚雪 剛剛扮出院手續 關九陽和李永二就過來 還打了十幾個跟班 李永二他拿了個果籃 擺在我和葬葬鋪床中間 他就說 大力 我們老大 專程過來探你們 你們這裏 都算是蓬碧生輝了吧 哼 是不是蓬碧生輝 我說是 李永二 有空就不要經常看電視 學完電視裡面的人說話 看多些書 這樣才有好處的 聽我這樣說 李永二他猛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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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成為他的信仰 估計 他父母也勸不動他 他只聽關狗羊的說話 而關狗羊他 穿著一身毛皮大衣 梳著大撻頭 怎麼看呢 都是油膩膩的 周身上下 散發了黑色的氣 又好像生了一身黑毛 如果不是我已經看到習慣了 所以老大裝著眼 還以為有隻大灰熊入了醫院 關狗羊這個時候 走過來 看著我笑一笑 大力兄弟 你沒有什麼大礙 關狗羊 多得你了 還未死 關狗羊他 揮揮手 你们回回出去 我和大力兄弟 有些事要单独谈 任何人都不准打扰我们 李永儿他小声就说 哦 老太 我们就在门口 有事就叫我们 李永儿带着手下出回去 乖狗样 坐在我床前面 他身后面是壮壮 面前是我 我现在真的很担心 壮壮抵不住颈 一伸手 固住关狗样的颈 直接把他垃死 我稍稍壮壮 视他不要轻举妄动 而关狗样他 在三袋那里 慢慢把银行卡出来 放在床头柜 大力兄弟 小小意思 不是很多 这里五十万 洗完之后 再问你哥哥我拿吧 我关狗样 一定要跟你交这个朋友 撞在他身后面 哼了声 关狗样 你讲什么意思 关狗样他 转回头 望着眼壮壮 兄弟 不用急 这次 是误会 有了这五十万 还有什么误会 他不可以化解呢 是不是 关狗样 想说什么 直接一点 那天开车 撞我那人 我认得他的 就是那天 拿着一把匕首 过来我宿舍 要怒我那人 你叫他出来 我见到他就认得 他就认得了 诶 大利兄弟 咬这些 没意义 这里 五十万 救你们两兄弟 在明山买房子 这些只是税料 你们两个跟我搵食 我不会亏待你们 你们跟着那个姚科长 他可以给你们些什么 大利 你可能还有转正的机会 但是 阿壮壮兄弟 他连户口都没有 客人一个 有钱旁身 才是正路 是不是 一边狗 惯狗扬他 用手指 行行行那张银行卡 其实 我们 都有共同的目的 就是要找幕后黑手出来 我不可以被我班员工 白白枉死 警方结论说他们都是自杀 我怎么都不相信 我一定要把真正的空手找到 大利 大利 你 肯不肯帮我忙 听惯狗扬这么说 我呢 领领头 大利 大利 兄弟 是不是 嫌骨银马太少 你不妨开个假 我呢 继续领领头 一边笑 一边摆摆手 关狗扬 不是浅多浅少的问题 哦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呢 哼 为什么 我不可以和一个死人合作 关狗扬 关狗扬 你是个死人 关狗扬 听我这么说 臉 十声就焦了 他摆住我就说了 大利 我的兄弟 你 是不是看到什么 哼 关狗扬 你自己知道自己事 是吧 你是个死人 是个鬼来的 我只听过 人会烧钱给鬼 没听过 鬼会送钱给人的 你加斯大纳纳 五十万答给我 我怕你有钱没命响 闹着 都被闹绝了 老婆 乱死 哎呀 你砸不见了 关狗扬 你那个线 是只在乱厨? 我は likelihood摆脏 aczy Eğer 我常常是觉得那 olive 当年我爹做法事 拿豉油点灯去招魂 就是这种味道 惯狗羊这个时候 对眼继续滚住我 大力 你不会一直都这么幸运的 可能下一次 你会连命都没了 刚才还说大纳纳五十万给我洗 家室你又来凶我 你什么意思呀 关狗羊 这么快就翻脸了 那我们山水有相逢 说完关狗羊他站起来 走出病房 张卡就放在床头柜上面 撞撞的时候就笑了 那种废奴鬼 避充卡丽又不告诉我们密码 一点诚意都没有 不过 说实话大力 大纳纳五十万 你一点都不心动吗 撞撞啊 虽然我虽然是狂 不过呢 我都很清楚 什么钱应该花 什么钱不应该花 你拿错这些钱去花 大把手没跟 我说实话 正在说 姚雪就在病房外面走进里 转回头又看一看身后 他应该是撞到关狗羊的那些人 他只指身后便说了 诶 关狗羊他干什么来的 诶 姚科长 大力他呢 发达啦 关狗羊 给了一张银行卡过他 说里面有五十万的 哼 给了一张卡 又不给密码我们 又不知道那张卡 用哪个名字开户的 你真是当我愚蠢蠢蠢 吃箭堆的 这个关狗羊 想收买人又没有离成衣 说这么快就反面 离了谱 对了 姚科长 人家关狗羊 一出手 就五十万叫我们过档 那你不断以事事弹弹 都要帮我和葬葬 搞福利回来 五百元都杀了 姚雪他 哼了一声 哼 但案都没破 朕打算说要什么福利 等破了案再说 说吧 现在五毫子都没有 告诉你 不要说废话了 走吧 他扮出院手续 哦 那 我想再见一下欣春丽 姚雪听我这么说 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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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这个欣春丽 太神秘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哪个 嗯 见一下他也好 或者他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 扮好出院手续 刑征大队的车 就把我们接回刑征队 这时候 就没有困在地下室 而困在上面的禁闭室 看得出 大家都觉得 这个欣春丽 不多像是一个杀人兇手 他更加像是一个报案人 当我在审讯室再见到欣春丽的时候 他显得很鸩定 欣春丽他 有出众的容貌和身材 同时 他又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气质 真是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 虽然家居 他踏着手铐 但仍然都是很松容 很优雅 自然欣春丽看着我 笑了一笑 大力 你查得如何 哦 我们查到宿社区的旧子 叫做姬家墳 以前那里有个大墓穴 姓姬的大墓穴 应该就是东周时期 诸侯王的大墓 大墓周围都会有家族的徐壮墳 慢慢荒废了 变成了乱壮缸 当时 开发这个大墓穴的人 是关九羊 李永忠是地头蛇 关九羊 找到李永忠 以合伙的名义 开发这片乱壮缸 我觉得 他们开发房地产 只是烟雾蛋 真正的目的 是要盗墓 听我这么说 音春丽掩咬头 嗯 你们总算查到东西出来了 还有 有啊 井里面 拿了三具尸体上来 全部都是北方人 一个叫李艳丽 一个叫李艳雄 还有一个叫羊繩 他们怎么会写在太平镇的井里面呢 那其中一定是有关联的了 这些就是你们需要去查的了 难道你们觉得我会知道吗 如果我真的什么都知道的话 那还要你们来做什么呀 见音春丽又跟我们游花园 遥说他呢 用力拍一拍张桌 嘿 你好老实点了 音春丽 你到底是哪个 嗯 李永忠和郭秀梅是怎么写的 你们去查了没有 哦 我们未来得知去查 唉 都这么多天了 你们查到什么呢 哼 真是服了你们了 任春丽 怎样办案 不需要你教我们啊 你只要把你知道的东西 告诉我们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还有啊 我们查到 微创宿舍区小卖部的老板娘 是洪门的人 她叫她蘇艳艳 一听到蘇艳艳这三个字 我即时感觉到 任春丽她开始有点乱 她忘记我便说了 啊 你们抓到她啊 没有啊 被她逃脱了 听我这么说 任春丽她 突然之间又笑了 唉 我就是说了 就凭你们几个 根本就抓不到她 任春丽 你和蘇艳艳 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任春丽她 伸长条颈 看着我 一边笑一边说 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去查咯 欢迎收听 推动 何时政 欣春麗被警察帶走之後 瑤瑟在審訊室 捉住椅子 一邊玩著手上的鋼筆 一邊說 唉 你說了 這個欣春麗究竟想什麼呢 她應該是怕洩露自己的身份 她的身份應該是有些秘密在裡面 唉 真奇怪 你說她為什麼要這樣 很明顯她是對著關九羊來的 她要關九羊萬劫不服 那她跟關九羊有什麼仇呢 哎呀 她到底是誰呢 我們抓到蘇艷艷 自然就可以知道欣春麗是什麼 最壞就是被蘇艷艷走掉 唉 我查過蘇艷艷 都沒有這個人的資料 這些人就好像在墳墓裡 突然捐出來一樣 個個都是這樣的 很邪門啊 不理那麼多了 姚科長 我在醫院陪葬葬 你先回家吧 明天我們出發去北方 對了 買了火車票沒有? 買好了 你也去準備一下 收拾好些衣服 聽說北方那邊很冷 準備一些口衣服 我是北方人 我當然知道北方是什麼樣子 年前年後是最冷的時候 你呀 手套 冷帽 圍巾全部戴定 用不需要那麼誇張啊 我知道姚孫這份人 北到黃河心不死 我只能夠笑著說 哼 不相信 到時你試一下就知道了 第二天凌晨四點 我們上了火車 在津門轉車 一共用了將近三十個小時 總算在常麗院下火車 下車之後 我們就直接住了去當地的招待所 沖了個糧 就在樓下的飯館仔那裏吃一些飯 一邊吃飯 姚雪就已經開始馬勾隻手了 快要過年了 外面很多店鋪都關了門 大家都回鄉過年 剛剛下完雪特別冷的 現在室外氣溫只有零下十五度左右 遙說他穿得一件羽絨 下面沒有穿空褲 只是穿一條秋褲 一條牛仔褲 他覺得這樣穿已經穿很多衣服 用他的說法 就是羽絨是長款來的 可以蓋著雙腳 結果家屎乃野 不單止冷到雙腳尺尺痛 又沒有戴手套 又沒有手背凍傷了 耳朵也凍傷了 雖然我都沒有戴手套 沒有戴圍巾 不過我穿了冷褲 還穿冷衣 軍大褲 還有一雙泳棉蟹 我自小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氣候 一點都不冷 更加不會凍傷 我下火車的時候 還故意深呼吸了兩口 將心裡面的屈滿 全部套出來 在空氣裡面 形成了一團白帽 只見姚雪吃完飯 就不斷扔腳 嘩 嘩 嘩 為什麼這麼冷 嘩 嘩 嘩 我看著他就說 嘩 姚火長 吃完飯你就直接回房間休息吧 我去幫你買一條勇褲 蛤 你買勇褲 那我這條牛仔褲 穿不下了 我買多一條寬新的勇褲 讓你穿在外面 穿到鬼肝肥 好毒酸 嘩 你搞清楚 我們現在才來查案 出來吃餐飯已經凍成這樣 待會去到俗城廠的話 還不凍死你 說完 我走出街了 幫他買了圍巾 手套 勇褲 外面的長褲 和一雙棉蟹 花了三百多元 回到招待所 我一大包東西 給他就說了 姚火長 我們現在睡覺 睡醒之後 就去俗城廠 對了 去到那裡 人家認不認識我們 唉 我已經跟廠長打過招呼 我們進去是人事科的人 作為人事科的人 調查起來就方便一點 我坐在床上 開始脫衣服 一邊脫 一邊就說 喂 姚火長 為何不開兩間房 我們兩個住在一起 多不好意思才行 嘩 我也不怕 你怕什麼 我們現在經費有限 多一間房 就多一份開銷 我脫了衣服 捐到皮斗 用手拿著床頭的暖氣管 就說 嘩 有什麼搞錯 出來外地辦案 開多間房都說沒有經費 孤男寡女 多不好才行 哈哈 你怕我吃了你嗎 嘻 話說 這間房 這房子熱到鬼 但是外面又冷到死 嘩 真是傳說中的冰雪兩重天 說說 姚雪竟然流鼻血 我也免得理他 閉上眼就睡覺 總算是離開了太平鎮 我也叫做睡個安樂覺 第六十四集 第二天 我和姚雪 去了俗城廠辦公室 廠長叫孫蓮福 五十幾歲人 頭髮花白 面上有粒膜 還生了一隻毛 他很喜歡吃煙 所以牙銀萎縮得很厲害 顯得牙很長 全部黃琴琴 一開口說話 那些煙味 擋都擋不住 再混合隔夜酒的味 嘩 真是難聞到想死 我受不了他那股脫 進去沒多久 就回來 全部都是姚雪 和孫廠長接合 最後 我們很順利地 辦理了入職手續 成為了一位光榮的合同制工人 我們的身份是保密的 但是需要人事部門的人配合才行 廠長雖然不要說明 我們過來查案 不過人事部那裏有個年輕人 直到問我們 是否過來臥底 那個年輕人不高 那個人溜溜瘦瘦 戴著附近視眼鏡 對眼顯得很大 面無四兩肉 但是牙齒很白正 他扯著我便說 哎喲 童子 你和郵雪童子 是否是警方派來的臥底 我一聽他的口音 便知道他不是本地人 喂 為什麼你這樣說 嘿 童子 我雖然沒有什麼語力 但我一看那個郵雪童子 就像一個Madam 就好像臉上 坐著警官兩個字的 他有一股 浩然正氣 你感覺不到嗎 哼 你這樣說 即是我沒有浩然正氣了 是吧 哎喲哎喲 是我說錯話了 但我沒有說過 如果我說對了的話 可能 我可以幫你們少少忙的 噢 那你叫什麼名字 哪個書人士 噢 我是四川人 我叫做周圖 你叫我小周就可以了 哼 小周啊 即是說 你知道我們是因什麼時候來的了 哎喲 還需要說的嘛 三個藏花 一下子 死了兩個 還有一個年輕人也死了 哎喲 這麼大件事 自然要去查的嘛 前幾天來的阿薩 查不到什麼結果 之後 你們又來了 那我當然猜到 你們來做什麼的嘛 嗯 喲 喲 小周啊 在這裡說在這裡散 你要幫我們保密啊 哎 我就知道了 床長 一望我們副室的人 要配合你們兩個的工作 我就猜到你們一定是來我的的 是果然被我猜中啊 哎喲 你猜 我有沒有做警官的前車了 蛤 呃 小周兄弟啊 你恩挑鬼命 很難當差的嘛 哎喲 就是說就是說嘛 當初啊 當初啊 我報考那個警校 因為呢 太過矮了 所以就被人淘汰了 哎喲 都不怪得人家的 都是怪我自己呢 不爭氣 啊 一個 1米6 體重 85斤的阿蛇呢 確實是有點 若不甘風了 哈 有選形象 要像你這樣才行的嘛 遇到壞人呢 遇到壞人呢 才有力氣去捉住他們的 我呢 又怕一怕小周的肩膀 嘿 小周啊 你現在都很好啊 國營大廠人事部做科研嘛 收入多穩定啊 哎呀 就是說就是說 就是貪它穩定嘛 如果不是 都不會進去國恥呢 我跟小周在那裡聊天 遇說呢 就翻看三名死者的檔案 估計呢 認證一隊的同事 早就已經看過了 遇說再看 也都看不出些什麼門路 我就肯定不看的了 我一看文字呢 我就頭暈了 可以看天書那樣 我認不到太多字 夠用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 我就問小周 喂 喂 小周啊 帶我們去宿舍吧 宿舍暖不暖的 哦 我們廠有自己的鍋爐 是很暖的 哦 這樣就好了 帶我去吧 好的好的 你帶你們的行李跟我走 去到宿舍 我一邊執拾 一邊就說了 哦 對了 小周啊 李艷麗 李艷雄 和楊誠 是否在同一個部門上班 哦 他們呢 都是外貿部的 兩個女孩 是後勤 楊誠 是叉車司機 哦 什麼我們廠的俗城 還搞出口 是啊 主要是出口去印度和俄羅斯 去印度就走海運 去俄國就走火車 最大的客戶都在國內 喂 我的床的俗型 質量都很好的 是想要 補要 國要產品 我誤了一聲 鋪床鋪 一邊脫大樓 一邊就說了 呃 小周啊 我先休息一下 稍後你帶我去外貿部看看 哦 好的好的 我和你真不屬於心啊 好 好 我 好 好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